半夜睡醒 身上趴了个人 皮肤软滑 我推了他一下 反手被摁在床上强吻 我擦 完真的 我一脚把他踹开 可他又醉熏熏地粘上来 提上裤子不认人 等会儿 我起身 泼了他一杯凉水 醒了吗 醒了 我是谁 二百一宿的小鸭子 鸭子 鸭你大眼 我是个刚被人甩了的绿巨人 前女友常雨林和我一样 出身于乡村 带着演艺梦想 勇闯金圈 不过他长得好看 没跑几部戏的龙套 就被导演慧眼看中 扶尚未演配角 也因此一炮而红 他签在了刘岛的公司下正式出道 以那部剧 一举拿下了最佳女配角的大奖 拿奖当晚 我的祝福信息和他的分手短信 同时到达双方的手机 随后 我就看见了他出入导演刘京 也就是他老板公寓的花边新闻 上岸第一件 仙斩一中人 显而易见 他劈腿了 把我这个青梅竹马的爱人给甩了 今晚本来是打算借酒交仇的 可还没等我喝个痛快 就看到了个醉酒的冷咽妹子 被人给盯上了 有俩大汉在他身边 不远处绕来绕去 时不时地盯着他看 犹如盘算怎样拆解猎物果腹的恶狼 我挠挠头 端着酒杯上前 和他碰了碰杯 我带你走吧 有人盯上你了 嗯 没事 美女最眼朦胧 估计早就把我一颗脑袋 看成一对了 我把她低溜起来 夹着胳膊往外走去 那俩标形大汉 皱眉上前准备拦我 被我七拐八绕给甩开了 某某酒店 嘿嘿 让我说 美女含糊不清 司机从后视镜中看了我一眼 死 开房关门锁窗 仪器合成 我摁住他一双乱动的小手 把他一把扔在了大床上 也许是颠得太厉害 他路上又吐了我一身 就在这手忙脚乱的时刻 我接到了房东的电话 小钟啊 房子不能租给你了 给你三天时间 你尽快搬离 连个违约的解释都没有 房东大姐匆匆挂断电话 就像被鬼脸一样 房子是我和常雨林一起合租的 她签了公司后就搬走了 美其名曰 为了方便各项训练 我现在才想明白 实际上 她是为了更方便和流岛会面而已 青青草原一片绿 我的脑袋刮上 早就绿成了一片呼伦贝尔大草原 女人闹到了半夜 收拾干净后的 我累得不行 干脆也睡下了 后半夜睡醒 身上趴了个人 皮肤软滑 热得不行 我推了她一下 反手被摁在床上强吻 我擦 完真的 我一脚把她踹开 可她又醉熏熏地粘上来 提上裤子不认人 等会儿 我起身 泼了她一杯凉水 醒了吗 醒了 我是谁 二百一宿的小鸭子 鸭子 鸭你大眼 天光已经大亮 我丢了两百块钱在床头柜上 气急败坏地离开了那里 本以为 三天后就要流落街头的自己 已经惨到了极点 可没想到 还有更凄惨地在等着我 就在我忙着找房子的时候 突然发现 自己接二连三 被群演通告群踢了出去 连我入群申请 都全部被驳回 紧接着 刚谈好的第二天的通告 被一人统筹通知取消了 我大为不解 给影视成负责统筹工作的江姐 打了电话 江姐在电话里支支吾吾道 小钟啊 不是姐不帮你 而是 上头说了 不允许用你呢 如果她不放过你 你的演艺之路 算是走到头了 你也别为难解 姐也只是个打工的 还得看人脸色 话都说到这个分儿上了 我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呢 常语林生怕 我说出什么不得了的事实 干脆先下手为强 仗着有流倒的门路 要把我赶出京城地界呢 我不能坐以待毙 所以 第二天托朋友 帮我找房子后 我就气势汹汹地 杀到了影视成一人 统筹工作室 但是 我扑了个空 江姐知道 我的性格 一定会当面问清楚 所以 她一大早就躲了出去 影视成内 上下忙忙碌碌 可偏偏没有 我能落脚的剧组 小助理张强 和我相熟 知道我的处境 不忍心见我落魄 悄悄递给我一张单子 是一张演员招聘启示 电影名叫 雾面 导演是文玉 一位新晋导演 据说出身不俗 圈里人多半都会给他面子 我一下子就来了精神 文玉的片子 一般人不敢随便才人 就算是留倒亲自去 文玉也不一定会给面子 这么好的机会 我不得好好把握 我从张强小声谢过 捏着那张启示 就去了报名点 好在做演员这行的我 习惯了把简历带在身边 我凭着自己多年混圈的经验 顺利地进入了 雾面 配角的海选局 雾面 制作班底强大 主角基本上已经定好 这次招聘的是一些 在主角周围会露面的配角 或者群演 而等这部电影拍成后 将会送到国外参与评奖 这对于所有参与的演员来说 都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 所以 我也要抓住这次机会 演员海选后场时 助理给每个人发了几页剧本 表演时 按照导演的要求 维基分配到的剧情 不一定是电影里的片段 可我反复琢磨了会儿 放出来的概念海报 以及剧组正在搭建的场景后 我笃定 这就是电影的原版剧本 我的心里有点谱了 就在演员们被台词预演时 人群之中突然有了一阵骚动 是常雨林 他带着一行人 浩浩荡荡地走了进来 他怎么来了 可能也是来争取角色的 难道也要和我们 一起参加海选比赛 嗨 你傻呀 这明摆着 是来走过场的吗 旁边两个小演员 窃窃私语道 我把自己藏在人群后面 希望他别注意到我 然后发现 是我多虑了 常雨林高傲地像枝花孔雀 脚踩着恨天高 脸戴着黑墨镜 就像在场的人 根本不值得他目光停留一般 静止从我们面前经过 不过他的出场 并没有占据我们太多注意力 因为很快 海选就开始了 按照抽签的顺序 我排在第38号 比较中后的位置 前十位进去后没多久 就有个眼神的小助理来找我 钟佳南 张哥找你 有那么一瞬间 周围人的眼光 全部落在了我的身上 但疏然之后 他们又都毫不在意识地 转过了目光 他们这是 把我当成有后门的人了 但他们眼中的讥讽 我看得清楚 大概他们以为 又是个摸不清行情 投铁来碰文娱印查的人 我无奈地笑了笑 跟着小助理 走出了等候大厅 小助理口中说的 应该是张强 原本在影视城里混的时候 张强因为和我们 是从同一个地方爬出来的 对我们很是照顾 常雨林对我变相风沙 我想他大概有什么旁的消息 要来提点我 我跟着小助理七拐八绕 走到了眼波楼 不知名的鸡脚嘎拉处 他推开一扇门对我说 你先进去等等 张哥那边绕开他的眼线就来 他是谁不言而喻 难道他攀附上流经导演后 在影视城的视力 竟然这样只手遮天了 我对小助理谢过 愁愁道 很快就要轮到我了 如果没什么重要的事情 如果常雨林当真视力庞大 张强倒也不必 为了我和他对着干 小助理的脸上 浮起一丝奇异的笑容 耐心等着吧 话音刚落 房间的门就被他关上了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 我焦躁地 看着手表上的指针 门外却毫无动静 仿佛这片 根本就不会有人涉足一样 等我回想起小助理那张 带着嘲弄和鄙视的脸时 下意识地伸手 拽了一把房间的大门 大门纹丝不动 这房间的门 竟然被人从屋外给锁死了 眼看时间飞速流逝 本该在后考厅等着出场的我 却被人故意关在不知名的房间里 我心里一边暗暗诅咒 干着事的人生儿子没屁眼 一边四处找能出去的突破口 雾面 演员海选 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每一个退出考场的人 脸上或喜或悲或激动 雨林姐 半成了 眼神的小助理 凑到了长雨林身边 长雨林点了点头 冲回过头 来看她的经纪人微微一笑 其实她一进来 就看见了人群中的钟佳男 原因无她 钟佳男的身高相貌 实在是太出众了 若不是她借机攀附上刘金 强行改了几个剧本的配角性别 恐怕现在一炮而红的人 就是她了 总有人说 钟佳男是蒙尘的明珠 总有能发光的时候 所以 她绝对不能让钟佳男 站在舞台上 绝对不能让他 把自己的事情暴露出去 下一位 第38号选手 场务继续叫号 可外面的后考厅里 无人应答 38号 38号在吗 长雨林的脸上 挂起了得意的神色 怎么回事 这样的场合 还有人缺口 就是 多不给导演和制片人面子 这人以后不想在圈子里混了 后考厅里的演员们 再一次窃窃私语 长雨林得意洋洋的开口 不如就顺言吧 导演和制片人也挺忙的 后面 还要再筛选重要配角 慢着 我拖着瘸腿 终于走到了后考厅 一瘸一拐的 好不狼狈 38号在这儿 我举了举手 冲着脸色大便的长雨林 挥了挥手 你怎么搞成这样了 场务看我满身狼狈皱眉道 刚刚却按照自己的猜想 整理了一下 说不定等会儿演的时候能加分 我稍作解释 雾面的故事背景 应该是在民国末年动荡时期 我手中的几页剧本 也都是在炮火纷飞中的对话 狼狈的造型 能让人自动带入 更能体现配角的心酸处境 更何况 我刚刚才从那房间窗户 顺着水管跳下来 满身狼狈是理所当然的 场务 这人迟到了 长雨林大为不满 甚至想挑唆场务 直接跳过我的号码牌 我搓了搓手掌心破坏处 尖色开口道 长小姐 看在我们是同乡的份上 不必如此感情杀绝吧 我知道她害怕什么 所以我大大方方地 把底牌晾上了桌 她越想撇清关系 我就越要和她攀扯上关系 最好让圈内人都知道 我和她过去的关系 同乡 甚至青梅竹马 两小无猜 也最好 让大家都以为 她是我的关系 她下一次下手之前 最好事先掂量掂量被刺我之后 将要面对的人言可畏 果然 长雨林的脸色 黑如锅底 她根本没想过 我会这么不要脸的 想要公开我和她的关系 叫好的时候不算迟到 进来吧 就在我和她僵持不下时 考场面的人开口了 是文玉 雾面的导演 而她的身边 坐着一位美艳精致的女人 俩人正饶有兴致地盯着我看 有点眼熟 但我没敢多看 长雨林不敢得罪文玉这个总导演 演气息鼓坐了下去 抽到的是第三个场景 你开始吧 场务宣读完剧本抽签结果后 退出舞台 我深吸一口气 瞬间把自己投入了那个角色中 炮火纷飞中 我拖着瘸腿 一瘸一拐地 在满地窗衣中寻找着什么 突然 我身躯一阵 仿佛看见了什么东西 停在了那里 是一片碎布 上面还沾染着些许碎肉血迹 下一瞬 面颊冰凉一片 而我则脱离晕倒在地上 一动不动 灯光暗下 没有哭喊 没有嘶吼 只有无声的流泪和悲痛昏厥 不知道过了多久 场务上来推了推我 可以了 下一位 第39号 我甩了甩刚刚脑子中的空白 从地上爬了起来 台下 一双纤细修长的手递了过来 演得挺好 让人身临其境 我顺着那双手看了过去 是刚刚坐在文玉身边的女人 这下我认出来了 她就是那天 把我当成鸭子的坏女人 但观众席上的常雨林 还在瞪着我 谢谢 我轻扶着她的手 从舞台上跳了下来 你受伤了 处理一下 女人严谨一概地发出了邀约 我心中百转千回 下定决心道 好啊 实色性也 你靠脸 我也能靠脸 想摁死我 还不能够 刚刚兵行险招 从三楼翻下来后 又在后考厅各式一样眼光中 走进考场时 我就已经想清楚了 常雨林为了她的明星梦 可以轻易斩断我们之间几年的情思 还傍上了年龄 足足能当她爸的流倒 那我为什么不能奋起反击 我要让她后悔踹了我 让她后悔 对我的感激杀绝 想到此处 我干脆仰起笑脸 冲着正看着 我处理伤口的女人笑了笑 女人玩味地看着我 我只是好心 你可别赖上我呀 两百块 刚刚还打了鸡血 势必要一雪前耻的我 从头到脚 被浇了一盆冷水 顺势清醒 我想起了 我们之间并不算愉快的交集 我留下的两百块 的确是想回敬她对我的羞辱 但也成功让她记住了我 小朋友 想在圈里混 可不能只靠关系 女人倚着靠背 慵懒的嗓音说不出的迷人 你是个有灵气的 不要想着走捷径登高梯 基础不牢 地动山摇 登得越高 小心死得越快 我的脸仗得通红 她竟然看穿了 我的所有想法 窘况 使我抬不起头 直到后场助理 来通知我 进入下一轮比赛 你认识商家那祖宗 小助理一脸八卦 又信誓旦旦 那你肯定 能拿个角色 不论大小 商 不认识 但我的否认 好像对小助理 根本没起任何作用 她向我普及了商家 在金圈的地位 以及商家目前活跃在商圈里的主要人物 包括那个女人的传奇事迹 在到后考厅等场时 常宇玲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离开了 而那位性伤的女人 也不知去向 她就像是拦惹寺里勾人的金怪 来了又离开 只留下 我走后门的传说 经过几轮的筛选 我最终还是留在了剧组里 获得了一个戏份不多不少的男四号角色 开机前一天 我接到了一个陌生号码 拨来的电话 电影还没拍 人倒是先出名了 是熟悉的慵懒生线 带着一丝醉意 但是 我一头雾水 并不明白 她在说什么 她在电话那头笑出声 看来你还没看见热搜 我心到不好 连忙打开微博 锦号 常宇玲人美心善 锦号 锦号提携之恩 当涌泉相报 锦号 锦号一同走出山村的情谊 锦号 接连几条热搜霸占榜单 常宇玲在 雾面中得了个女二的角色 开机前 她用几个模棱两可的采访稿件 提前自爆了 自己和我的同村情谊 顺带还给自己 安了一个乐于提携新人的人设 把我通过层层海选 努力得来的角色 写成了是她帮我拿到的 她倒是聪明 率先在大众心里 种下我和她 仅限于同乡关系的种子 就算我之后 如何列举我和她的过去 都会被大众认为是恶意攀附 不知好歹的大恶人 我可不想出世为洁身先死 开机仪式上 会安排采访环节吗 看她和文玉的关系 至少也是个投资者的身份 所以我就毫不客气地问道 嗯嗯 你想干什么呢 有一说一 有二说二 我老是回答 电话那头一阵沉默 甚至有几声可疑的憨声 我狐疑地亮起屏幕看了看 还在通话中 喂 我喝了口水 你的确很特别 看在你那两百块钱的份上 要不我还是包了你吧 她含糊不清的声音中 完整透出了 想要包我的企图 噗 我震惊了 嘴里一口水刚好 扮演了一次喷泉 你不是告诉我 凭本事才能在圈里站稳脚跟吗 卧槽 我差点就信了 这龟孙子了 嗨 有时候吃个软饭 也没什么不可以的 她大言不惭地继续说着 有病 我果断挂了电话 开机仪式上 常雨林装扮精致 隐隐有要盖过女主风头的意思 而结束后的记者会上 果然有人问起了 最近传的沸沸扬扬的提携热搜 隐隐约约有听人说起了 常雨林脚楼造作的五楼五嘴吧 我和小忠的确是一个地方出来的 更像是坐实了我走后门的传言 我接过身边举着费劲的小记者的话筒 清了清嗓子 开口就吸引了大家的注意 常小姐大概是健忘了 您都拉黑删除我好久了 哪来的提携呢 我掏出早已准备好的手机 亮出上一次质问她 而得到的红色感叹号 退一万步说 如果闻到的片子里能塞人 那我就不得不怀疑 常小姐的角色也是走后门得来的 毕竟 女二号的装发造型 比女一号更加精致 拍摄时 剧本《飞夜满天飞》 常小姐背靠的可真是棵大树啊 开机前 闻玉是盲 雾面已经由副导演带着 拍了几天戏 常宇玲逮到机会 就加词加戏 还逼着女一号让妆 剧组早就怨声再到了 在剧组第一次露面的闻玉 瞥了我一眼 目光亮亮 抿着嘴巴 什么都没说 真是奇怪 按照闻玉的性子 早就该喊停开始调查了 她 这是改姓吗 常宇玲脸色铁青 场务赶紧来拉走了记者 她没机会再说什么 你可真厉害 开机第一天 就能让我们剧组上热搜 常宇玲趁着转场的时机 站在了我的面前 黑红也是红 你还要谢谢我 我根本不给她面子 走着瞧 文玉就在不远处 抱着双臂盯着我们看 她不敢发作 放了狠话就走了 我被文导看得心虚 低着头溜走了 很快我就知道了 常宇玲的走着瞧 是什么意思了 第一周的最后一天 拍摄结束场务 就来通知我 今晚剧组聚餐 除了几位主要演员 都要参加之外 文导还叫上我 我没有经纪人和助理 所以直接由剧组司机 带着我去了酒店 我到的时候 人还没到齐 菜也还没上 甚至大员桌上 还空了不少位置 今晚制片人 会带着赞助商一起参加 还有一些重量级人物会出席 坐我旁边的小助理很眼熟 见我疑惑 他向我及时解释道 你好 上次还没来得及介绍 我是编剧司徒河 小助理伸出了手 原来上次给我科普人物关系的人 竟然是雾面的编剧 不过 据说今晚是有人 特意传的一个道歉局 司徒河的眼神起来 很是同情 道歉局 我的心中 隐隐有了不好的猜想 眼皮子也没由来得 开始一跳一跳 长雨林手 挽着流到胳膊 出现在包厢门口时 我眼皮子跳得更欢了 看到他脸上表情得意 满面春风 我的心瞬间坠入冰角 我不好的直觉 一向百事百灵 果然 落作的下一秒 长雨林就对我发难了 道歉局吗 你真心诚意向我赔礼道歉 我就原谅你 我气不过了 随口扯道 我女朋友不喜欢我和阿猫阿狗搭讪 长雨林脸色难看极了 但是下一瞬 就委屈巴巴地摇着身边流到的手臂 你看呀 她就是这样 当着大家的面侮辱我 嗓音尖利 转了八个弯 差点把我恶心吐了 我为自己以前识人不明 而感到羞耻 见我俩这样 看热闹不嫌失大的 大有人在 很快就有人揭查问道 你女朋友是哪位 我眨眨眼 回忆起之前听到的商家传闻 毫不犹豫地随口扯了个名字 商念 包间里一静 听清我说出名字后 所有人面面相去 一副想笑又不敢笑的样子 长雨林一脸讥讽 你再说一遍 你女朋友谁 商念 SHN商 NIN念 商念 我一字一句重复了一遍 听清楚了吗 包间里的隔间里 女人的声音婉转 商念 嘶 完蛋 怎么没人跟我说 商家那祖宗就在包间里 我僵硬着转过头 正巧看着文玉 侧身从商念的身边穿过 她仰着的嘴角 都快要压不住了 而司徒河的脸上 也挂着兴奋 而又扭曲的表情 一双大眼睛 忽闪忽闪地 在我和文玉之间来回扫射 长雨林大笑出声 牛皮吹破了吧 商小姐 这人冒用 您男朋友的名义 随意在公众场合 侮辱 雾面的演员 后半句是对商念说的 为了剧组今后能够安稳地拍摄 这样的人 还是不适合留在剧组里的 她再一次挽起刘岛的手臂 轻易地靠了靠 说话间 商念已经随着文玉落作 就在主位上 身边还空了个位置 她并没有搭理长雨林 反而向我看过来 怎么 还要我去请你 刚刚还喜新鱼色的长雨林 瞬间煞白了一张俏脸 刘岛见识不妙 也迅速把她的手扒了开来 她在帮我 我的身体行为 比我的脑子还快 大脑还没反应过来 人已经乖巧地 坐在商念身边了 厂上的都是人精 见商念默认了和我的关系 都举起酒杯向我赔罪 原来是商总的男朋友 您瞧瞧 差点大水 冲了龙王庙 是是是 该罚该罚 刘岛站起身来陪着笑 又戳了戳长雨林 示意她赔礼道歉 雨林有眼不识泰山 得罪了商总的男朋友 我让她恒定道歉 长雨林不情不愿 嘴巴里含糊着说了什么 冲我进了杯酒 你说什么 我听不清 我的白眼都快翻上天了 道歉局嘛 你真心诚意向我赔礼道歉 我就原谅你 我把刚刚长雨林说的话 原封不动地还给了她 你不要太过分 长雨林气的眼睛都红了 砰的一声 把酒杯拍在了桌子上 指着我的鼻子 就要骂人 姐姐 你看她 我有样学样 摇了摇身边商念的手臂 又靠了过去 她总是这样欺负我 声音千回百转 这回我不想吐了 我想笑 看着长雨林识别的表情 我只想狂笑 长雨林傻眼了 不止她傻眼了 在座的所有人都傻眼了 文玉扑斥一声笑出声 算是打破了僵局 如你所说 她果然很有趣 我演得太惊醒 差点忘记 看身边商念的表情 好在她脸上 没有露出什么不高兴的神色来 船局不是让你来看笑话的 商念凉凉地看了文玉一眼 文玉倾咳一声 刘岛啊 人呢 我同意让你带进组了 但是吧 只能怪她自己不争气了 你也看见了 为了剧组 今后能够安稳地拍摄 这样的人 还是不适合留在剧组里的 在文玉和商念的双重压迫感之下 刘岛的冷汗都要下来了 刘岛虽然已经是个 小有名气的导演了 可是和文玉这种 自带金圈背景的实力导演 以及商业奇才 商念比起来 还是不足以相提并论的 常语灵现在的脸色 已经不能仅仅用煞白来形容了 被文玉亲口提出剧组 想也知道 她后面接戏该有多难了 毕竟 谁敢用一个 身上背着不明炸弹的演员呢 她是被刘岛 半拖半拽地带离包间的 没了讨人宴的常语灵 剧组宴会气氛融洽 工愁交错间 我看了商念好几眼 发觉她的嘴边 始终挂着微笑 宴会散后 我时续地跟着商念上了车 她好像喝多了 看起来又很疲倦 上了车就撑着脑袋睡了过去 司机没多问 直接把车开回了她的住宅小区 我不敢随意动她 示意司机把暖气打足些 坐在车里等着她醒过来 直到手机电量就快告庆 商念才拧着眉头醒了过来 你没走 她好像对我留在这里很惊讶 时差没倒过来有点累 这句话应该是对我解释 为什么睡着了 几点了 她伸了伸手 看了眼手表 你 你今天帮了我 我想报答你 内心斗争已经结束 还是让她来决定我的去留吧 她的动作一顿 听懂了我的言下之意 满脸差异地看向我 你有病 还是我有病 她好像是恼了 打开门就把我踢了下去 滚滚滚 看着碍眼 我真是闲得慌 专门飞回来 行 我知道了 她狗胆包天 说要包养我的那天 肯定又喝多了 雾面 女儿坏人的新闻 第二天就上了热搜 不过 街道的女演员火速到位 速度快到 我都怀疑 文玉是不是早就准备好了 文玉做起导演来 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我一个小小男四号 在她手中学到了很多 她对我说不出的关照 这些关照的体现 包括但不限于 动不动就cut 以及不允许用替身 所有高难度的戏 全部让我亲自上阵 就连剧组的群众演员 都对我十分同情 看到没有 就算走后门 进了闻岛的戏 也没什么好果子吃 但是 她从来不含苦含泪呢 说不定的确有点真材实料 那个常雨林都被辞退了 她带来的人 没道理还留着 难道是假的 不确定 再看看 在我默默付出 卖力演出的背后 剧组群众演员 以及一众带拍 替我澄清了走后门的谣言 看到微博热搜的我 才知道了文玉的良苦用心 对此 在大夜戏下戏的无人空荡处 我向她表达了感谢 嗨 商念看准的 从来不会出错 我相信你 也不往我俩专门设局 替你教训那个女人了 设局 我诧异了 你不会以为 宴会上的事情是凑巧吧 这下轮到文玉惊讶了 虽然你俩的事情 你应该从商念的口中了解真相 但我作为朋友 还是得替她鸣个不平 文玉郑重其事地 拍了拍我的肩膀 商念找了你很久 对你用心良苦 百忙之中 专门从国外飞回来 替你撑腰 小伙子 你可要好好珍惜啊 找我 我抓住了关键词 但是更糊涂了 我和她以前见过 文玉一副败给我的表情 十年前 江边 你是不是捞了个 要跳江的小姑娘 啊 是啊 我一惊 那小胖妞是她 难道是一见钟情 要以身相许的戏码 那倒不是 文玉摆了摆手 我就说嘛 一点都不像 我松了一口气 你捞上岸后 忙着回家捉泥匆 把小胖妞 交给了一个路过的人 文玉耐心地解释了起来 你就玩人跑了 小胖妞不依不饶 和路过的那人大闹了一场 把她要参加比赛的画册 给扔水里了 嘶 我心中再一次 生起一丝不妙的预感 那人气的跳脚 发誓一定要找到你 让你负责 文玉的脸上 挂着一丝意味不明的笑意 所以 我的后背冒起了寒意 所以 我现在找到了 商念冰冷的声音 在我背后响了起来 卧槽 雾面拍摄结束后 我被商念摁在她家 把那幅泡烂了的画册 一幅幅地粘贴还原 她可真记仇 十年前被泡烂的画册 被她保存得好好的 就是为了有一天 让我亲自粘回去 好报她错失大奖之仇 你什么时候认出我的 我很好奇 两百块钱 她在忙着看合同 头也不抬 眼瞼一盖 那两百块钱上 有我名字 我震惊了 她从文件夹里 抬起头看了我一眼 但我确定是个大白眼 第二天 我查了酒店记录还有监控 她的语气很不好 哦 我还以为她有能 见钱十人的超能力 不过 她一顿 再次抬头看着我问道 你那天在酒吧里 为什么把我带走了 你捡尸的 我没好气到 那天有几个大汉 一直盯着你 我觉得 你一个喝醉酒的女生 很危险 所以就把你带离了那里 很危险 她好像被气笑了 你还真的一如既往地 喜欢见义勇为呢 我仰了仰头 很是骄傲 那是 她把文件夹拍在桌面上 有没有一种可能 她顿了顿 那几个大汉 是我的保镖 卧槽 雾面剪辑完成后 我和商念被邀请做了 第一批观影审片的观众 观影的时候 商念拽着我的袖子 哭得稀里哗啦 我还是第一次 从女强人商念的身上 看到了多愁善感和柔情 虽然她不承认 文玉把片子送到国外参展 得了的大奖回来 我这种男嗣号 也跟着鸡犬升天 戏约不断 开始了连轴转 文玉把我牵在了 她和商念的娱乐公司 又给我配了经纪人 助理和司机 成立了工作室 但她和商念认为 在娱乐圈这种富贵迷人眼的圈子里 稳扎稳打 一步一脚印 才是硬道理 所以 在商念的操持下 我还是从配角做起 不断挑战新类型角色 从不在自己的舒适圈里打转 商念说 要不断挑战自己的极限 才能拓宽自己的戏路 演戏和做生意 其实没什么区别 说这话的时候 我已经和她在一起了 奔着结婚去的那种 但是常雨淋淡出之后 当年饭桌上的事迹 也被人多次提起 但是我却没有走后门 资源咖的那种污名头衔 原因无踏 我自己有实力 拿到自己所有的角色 我自己也有实力 完美演绎出 自己拿到的角色 我不再是跟着优秀作品 获奖的编角料演员 而是凭着自己的作品 能入围奖项 甚至拿到奖项的实力男演员 拿到最佳男主角的那一年 我向商念求婚了 婚礼那天 她把当年的那个小胖妞 请了过来 我用一辈子来还 我说 我欠你的 要用一辈子去还 番外 商念视角 宿醉转醒的时候 我看见床头柜上的200块钱 气得不行 保镖们知道 我睡在自家酒店里 没跟过来 我捉了酒店经理 亲自去查了记录和监控 钟佳男 又是他 那个救人侠 那个毁了我辛辛苦苦下乡采风 准备参加比赛的画色的人 他在金圈影视城里摸爬滚打 不过听说 最近被前女友打压得很惨 我来了兴趣 发小文玉的剧组正好在海选演员 而他恰好也在海选人名单里 我就跟着文玉去了海选现场 他果然不让我失望 出场狼狈又可怜 但演得还不错 至少文玉表示还行 勉强能用 他的前女友是个麻烦精 和刘岛狼狈为奸 还想踩得钟佳男没法翻身 我的人 只有我能动 文玉早就看刘岛 想仗着资历 老给他硬塞人不爽了 我俩一拍集合 组了个局 就是为了能一箭三雕 不过不敢巧 我有个会议拖拉 耽误了我的行程 我赶着飞回来 时差还没到过来 就先在包厢的里间瞇了一会儿 这一瞇 不失所望 恰好听见了钟佳男 惊世骇俗的言论 文玉差点笑风 我倒还挺镇定 就是心跳如雷鼓 当钟佳男娇娇悄悄悄地倚靠上来 拽着我的手臂晃来晃去的时候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理所当然的 我替他撑了腰 不过文玉的小编剧 以为他是文玉喜欢的人 狠嗑了一阵炸裂CP 他的演技 在文玉的磨练下 不断成长起来 他从文玉的口中 得知了同我的渊源 我也没掖着藏着 在他杀青后 就把他压着去给我 粘贴还原划策去了 后来嘛 我为他组建了工作室的团队 让他正式进卷 开始闯荡 我没敢透露自己的心意 但他却好似 和我水到渠成地在一起了 我一直没问他 什么时候对我心动的 直到婚礼结束那天 他问我 你后来为什么不说包养我了 你有病我有病 我十分鄙夷 可你有天打电话 明明提议让我吃软饭的呀 你怎么能说完 就不负责任了呢 他看起来很委屈 埋头动了一下 人家等了你很久呢 这人又娇起来了 那 哪天啊 我喘了声 推了他一把 他撑着手臂在我上方 发丝上的汗珠 滴在了我的面颊上 开机仪式前一天 你喝酒了 他重重地顶了一下 我 我喝酒了 我喝酒了 就会胡言乱语 喝多了会大胆些 我哑着嗓子开始求饶 嗯 别 可是我会当真的 那你今晚可以大胆些 他摸了摸我的脸颊 你喝酒了